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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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黃飛鴻說清楚吧 我走了 桂蘭 小婷 小婷, 你的傷怎麼樣? 沒事, 康復了 對了, 剛才我看到阿堅跑出去 我叫他, 他也不承認我 發生什麼事? 你們倆是不是吵架? 阿堅 不是啊 桂蘭, 你的臉色很難看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快點坐下吧 就算和七七八八 也不可以四處走, 要多點休息 阿堅也是 阿堅也是, 就這樣吵架你一個在花園裡 你們倆沒事吧? 沒事, 他只是趕著走 沒事就好了, 其實阿堅很緊張你 你可以找到一個對你這麼好的人 我也替你開心 真的好了 我們倆都找到我們自己喜歡的人 原先我叫小師兄來探望你 但是他出去了 他不來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一個好朋友來就行了 那我們是好姐妹來的 好嗎? 叫我帶小師兄出來借我 你憑甚麼來我喜歡找我大師兄 叫他出來, 我要打敗他 告訴戴小天, 他要拿回招牌 到大街上找我招霸山 我們好像有人插招牌, 看 國山武術都不為如此 招霸山? 就以中一場來說 招牌都給我輕易拆下來 叫巴掌 你打贏不場 你根本就是戴小天的手下敗將 還這麼大口氣回來野事生非 此一此彼此 如今戴小天帶來跟我打的話 我一定把他打到落花流水 好大口氣, 等我來教你 好, 等我來 好, 等我來 過頭兄令卡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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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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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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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廟 可惡 飛龍, 怎麼樣?走得了沒有? 走… 飛龍, 你在這裡, 對了 有人拆了忠義堂招牌 還打傷很多人 大師兄… 黃師傅, 發生什麼事? 鍾意堂被人拆招牌 誰敢這麼說? 他說他叫趙巴山 孫師傅, 怎麼會這樣? 黃師傅, 就是趙巴山 現在我們佛山的臉 是知道你跟我們爭回來的 死, 又等一生 怎麼樣? 原來佛山武林 不是說偷鬼就三腳毛功夫啊 好 等我武藥武藝 紅拳 黃師傅, 黃師傅跟你有什麼關係? 在我爹 原來是黃師傅的兒子 上次我要跟他較量 殺出個戴笑天 今天讓我來收拾他的兒子 出招吧 我們回頭來打了 好 在我面前割三個想偷 然後從我胯下爬過去 我只是想跟你說道理而已 你不是想跟你打 我趙巴山的拳頭就有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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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黄智英 爹 果然英雄出少年啊 你這套是什麼拳法 鐵線拳 阿星 這套拳法 是我大家一默相傳的鐵線拳 黃麒英 你口口口給我那本拳譜被偷了 大家親眼看到你這套拳法 教了給你的兒子 你還有什麼可以抵賴 各位 這位鼎鼎大名的廣東十虎黃麒英 是先父的自有 師父臨終前 學他保管我家傳的鐵線拳譜 但他口口口跟我說被偷了 事實就是 他私下偷練, 想具為己有 大少天, 你別說得出來就說 就是了, 黃師父不是這樣的人 黃麒英是什麼人 今天你們看得一清二楚 好, 今天就練到這裡了 是 師父 你什麼時候把我爹留的鐵線拳譜譜交給我 到適當時候 我就會把拳譜給你 但是你說了很多次了 什麼時候才是適當時候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黃師父 李阿九, 你雙腳沒事了 康復了, 多虧你相救就肯收留我 我李阿九什麼都不懂 是, 四四天玩了無謂事, 送給你 手工也不錯 是呀, 黃師父 照我聽你跟少天說 鐵線拳是不是很厲害 我很喜歡功夫的 不如你教我吧, 收我做徒弟 我不會再收徒弟了, 我回來了 好 本拳譜呢?李阿九 對不起, 爹 我真的不知道野人教這就是鐵線拳 你早就告訴我你認識李阿九 事情就不要弄成這樣 你早就告訴飛鴻你找什麼人為了什麼 飛鴻早就告訴你 爹, 我之前答應過野人 不可以告訴別人見過他 人家教我, 做人最重要手信 你還騙嗎? 其實我媽媽也說得對 如果你早就告訴飛鴻 關於李阿九和鐵線拳的事 今天就不會出事了 我不告訴飛鴻 就不想去牽涉人這件事 那我也坐 爹, 你別生氣了 現在最重要是怎麼化解你和大師兄的誤會 是呀, 不如你們上門跟他解釋吧 胸口說白話, 他不會相信的 飛鴻, 馬上帶我去見阿九 不錯,乾乾淨淨淨淨淨淨淨 以後就不是一個野人了 人家見到你就不用怕 你又不用怕別人了 來,站起來給我看看 這就不錯,你阿狗 幹什麼?你們幹什麼? 小師兄,師父 你們父子倆還來我忠義堂幹什麼? 大師兄 別叫我大師兄 小天,你記不記得七年前 我曾收留過一個叫你阿狗的人 當年就是他偷了你爹 把我交給你那本拳譜 然後失蹤到無影無蹤 阿狗,這麼多年來我帶著飛鴻四位走 就希望能夠找回他 證明我沒有偷你的那本拳譜 今天終於讓我找回他了 好,就算讓你找到他 你怎麼證明不是你偷那本拳譜 之後交給他? 阿狗,你快告訴大師兄 那本拳譜是你偷的 沒有,不知道… 大師兄,他真的懂得鐵線拳 我一定是阿狗的,也是在他身上學回來的 阿狗,我們找到他,他已經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但我希望你們倆明白 我已經用盡一切方法 來證明我的清白 你想證明你的清白? 你們問不到他,讓我來問 阿狗,不用怕了,真不用怕 阿狗… 什麼事? 當然是他… 你說他才是鐵線拳,想騙我 你要怎樣才肯定我? 我還怎麼可以相信你?馬上走 要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阿哥… 大師兄 飛鴻,我們走 走… 師父 小師兄 小庭人 阿哥,你怎麼聽他們解釋? 我們和師父一起這麼久 我相信他不是這種人 大人的,你不明白那麼多了 姐夫?還沒睡覺,睡不著嗎? 不是 你找這麼多書出來幹什麼? 我在看有沒有醫治豐天知證的方法 你想治好阿狗 他是唯一證明我清白的人 那怎麼樣?有什麼得著? 我提了這麼多本醫書,都沒有 難道真的沒辦法還我清白? 你別這樣了,一定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就算你治好阿狗 也未必有用 為什麼? 你想想,戴少天這麼久年來 已經認定你是偷了他權譜的人 現在還親眼看到飛鴻灑了出來 就算阿狗可以很清醒地說出真相 他對你的成見太深了 他只會當你和阿狗做一場戲給他看 我早就知道來開佛山是非多多 沒想到搞成這樣 姐夫,你不是打算走嗎? 走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知道,我沒打算來開佛山 我打算辭去民團總教練一職 為什麼? 當初我答應當民團總教練 是因為提督大人再三邀請我 而且當時佛山的秩序真的很亂 我跟少天說過 只要佛山的秩序恢復平靜 我就會請辭 你以為你不當民團總教練 戴少天就不會生氣你了? 最起碼我不會做過失信的人 我要少天知道我留在佛山 並非要跟他爭論任何事 但是當天提督大人再三邀請你 做這個職位 你怎麼向他交代? 我相信提督大人明白我的苦衷 輝蘭,真不好意思 你剛好就要來幫我忙 你也會說我好 放棄這些事我以前做的 現在怎麼回事?你是莫家大小姐 我怎麼請得起你? 什麼大小姐?寶姨 我在家裡不知多悶 我真的想回來幫忙 那倒是,你也有自由慣 忽然間餘你困在家裡 又是挺辛苦的 不如這樣吧,以後如果你悶 過來找寶姨聊天 好啊 寶姨,我聽人說 天哥說黃師傅偷了她本拳譜 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 姐夫怎麼會偷她本拳譜? 沒有,姐夫一直帶著飛鴻到處走 就是想幫她找回拳譜 那個大小天真是頑固 寶姨,飛鴻呢? 飛鴻一直當天哥是她的親生大哥 現在他們弄成這樣 飛鴻會不會很不開心? 你想知道飛鴻怎麼想 不如自己問他吧 其實有些事自己問、自己說 會不會有這麼多誤會的? 飛鴻來到了,你自己問他吧 寶姨,你茶葉 謝謝 你們慢慢聊吧 你沒事吧? 我已經痊癒了 不如這樣吧,我們坐下喝杯飲料吧 不要了,我有種人去先走了 你替我跟寶姨說一聲吧 好 桂蘭呢? 我不知道為甚麼 最近她要是趕我走,要是就走了 沒理由的,她剛才很關心你 又問你最近怎麼樣 問你和你大師兄的關係 那她還說了甚麼? 飛鴻,你老實跟寶姨說 你是不是喜歡了桂蘭? 當然不是,我當她是好兄弟 兄弟?她和小婷一樣,是女孩子 我當小婷是好妹妹而已 你有沒有問過小婷是否當你是大哥 至於桂蘭,你真的當她是兄弟? 你真的覺得她和阿蘇和世榮沒有分別? 寶姨,你今天問問題這麼難回答 你別說寶姨不提醒你 感情的事要好好地處理 你都長大了,應該懂得怎麼做 那意思是怎麼樣? 首先教清楚你到底想要甚麼 如果你不是喜歡別人 你就要跟她說清楚 我,要不然是害人害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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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了很多次了,你又聽不到 怎麼心得在言? 沒事 沒事?你的樣子不像 都說沒事了,我已經康復了 桂蘭,你有沒有見過飛鴻? 你跟他說了沒有? 有什麼好說的 什麼?要不然他命都不厭 跟你找一塊布,你也認不上爹娘 那怎麼辦?都過了這麼久 對了,怎麼做? 他明明喜歡人,為何這麼說? 你別胡說,我哪會喜歡他? 他是我好姊妹的意中人 我怎麼可以這樣做? 因為小婷? 如果他喜歡的是你,不是小婷,怎麼辦? 不可能,他跟小婷青梅竹馬 一組已經是一隊 你不知道人家怎麼想就別胡說 你又知道他怎麼想? 總之有事,不關你事,你別管 小婷青梅竹馬,有人交一封信給你嗎? 誰? 不知道,我去放下走了 你先出去吧 好 好 小婷青梅竹馬 荷彪 你又想怎樣?家仁堅 我來找你的 我想問你, 你喜不喜歡桂蘭 你為何這麼問我? 你不是想到你什麼對桂蘭嗎? 你已經騙了她很久了 就算她真的信一信是我找的又怎麼樣 她心裡的那個也不是我 她喜歡的那個是你 我? 你是不是送我一隻草積的小鳥給她 然後她不要趕你走 那倒是, 你還說她喜歡我? 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你走了之後 她發生麻煩的那隻草鳥 還有, 我將是你封空阿寶的事 我告訴她了 但是我見過她, 她當什麼事都沒有 我想她不敢跟你說吧 你還不相信嗎? 我已經冒了你的名字 寫了一封信給她, 向她表白愛意 還約在崖邊等 我為了她不來, 你就跳崖自盡 還好嗎? 我也是, 我不是想要她 去逃不去, 向他出色 不去逃不去, 不叫我 公子, 逃不去逃不去 公子那兒就走開我 不去逃不去 那我去逃不去逃不去 那我去逃不去逃不去 在那兒就走不去逃不去 我去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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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飛鴻, 你怎麼這麼傻做米的傻事 桂蘭, 我寫給你那封信 全部都是我真心的說話 但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說出你心一句 要不然我就跳下去 不要, 先回來 不行, 如果你今天不說清楚 我就跳下去 別這麼傻 如果你今天不說你是喜歡我的 我寫給你看 是 我喜歡你, 你先回來 你真的喜歡我? 沒錯, 我知道雖然我不應該這麼做 但我真的喜歡你 你已經聽到了 我都說桂蘭心裡喜歡的那個是你的 又不相信 你倆合起來的 你怎麼會這樣說呢? 剛才阿堅說我都不相信 但剛才… 你們很卑鄙 毒罪 桂蘭 桂蘭, 你聽我說 我是想知道你心裡是否真的喜歡我 我才聽阿堅說的 我甚麼都不想聽 我剛才也是為了情急想救你 所以才胡說而已 我…我根本不會喜歡你這個壞蛋 桂蘭 我不管你喜不喜歡我 但現在很清楚 我喜歡你莫桂蘭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不懂甚麼叫喜歡人 但是… 總之我經常都想見到你 經常都想念你 有甚麼開心不開心 都想和你分享 你怎麼可以喜歡這麼多個人 甚麼喜歡這麼多個人 你還記不記得你在娘夫面前 說喜歡小婷的 那種喜歡也不像這種喜歡 甚麼這種過種 總之我不會做些對不起小婷的事 小婷是我的喜歡你 你對她好一點 哥哥, 早飯煮好了 哥哥, 先進去吃吧 哥哥, 不吃了, 你自己進去吃吧 哥哥, 你別這樣 或者真是一個誤會 或者真是九叔叔偷… 別再說了 對不起, 哥哥不是想罵你 好吧, 進去吃東西 我進去拿早飯給你 哥哥, 你怎麼回到佛山 你不通知我去接船? 我不是你師父, 我沒有你這種徒弟 我沒有你這種徒弟 師父, 發生了甚麼事? 我相信過你把鍾兒堂交給你打理 你把鍾兒堂搞成這樣 連招牌都被人拆掉 師父, 你放心 那招牌我一定可以拿回來 你行嗎? 行, 你就不用被人拆掉招牌了 你給我輸吧 鍾兒堂以後都不需要你 小廷 小師兄 小廷, 黃飛鴻 發師兄 你來這裡幹甚麼? 有些事想跟小廷說的 你們要出門嗎? 不是, 蔡師父趕了我們出師門 小廷 為甚麼會這樣? 你們父子看見我現在這樣 應該會很開心 我怎麼會這樣想呢? 大師兄, 你們打算怎麼樣? 我有甚麼打算也不關你們的事 小廷, 走 爹, 寶姨 飛鴻 為甚麼?你的樣子這麼累 昨晚沒睡覺了, 還是見哪裡不舒服? 不是, 我剛才見到大師兄 他師父說他連鍾兒堂的招牌 也保不住, 逐了去出師門 那他們現在兩兄妹怎麼樣? 大師兄當然很生氣 我剛才問他有甚麼幫到忙的時候 他來也不理會我 當我們仇人一樣 你們不用這麼灰心 給他一點時間 總會有水落殺出的一天 那現在你和小廷怎麼樣? 我們暫時在客家裡住著 至於以後的事, 遲些才打算 如果玉如有甚麼可以幫忙 你儘管開口 我還沒意思要你幫忙? 當中我打算盡快帶你離開這裡 但是現在我… 玉如的事你不要操心 我知道你現在濟血不太順利 但是我相信你很快就會站起來 不論你是否喜歡唐人, 是否教訓也好 玉如會對你一樣, 是不會變的 玉如會, 你放心 我們會盡快站起來 不會辜負你對我的期望 你相信我 我們一定會帶你離開延春袋 我一定會帶你離開延春袋 我一定會帶你離開延春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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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殺了馮司李 不過在他身上找不到本帳簿 誰說?找不到本帳簿? 你們怎麼做事?冷嘴 是,老闆 天哥 老闆 什麼事? 我知道你不見了一件事 我用一個專程令送給你 你怎麼得分力? 是馮司李交給我的 他有什麼話跟你說? 我只知道馮司李背叛了老闆 而其他事情我不需要知道 好,對了,你在我碼頭做事 開心嗎? 開心 那有沒有興趣接替馮司李的位置? 老闆,你這麼看著嘯天 嘯天以後一定會盡心盡力幫老闆辦事 好,以後要努力,大把前途 謝謝老闆太貴 小婷,聽說你和天哥離開中二堂 我也不知多擔心 放心吧,桂蘭 我和哥哥暫時住在客棧 他說遲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我們就會搬 我也放心 其實我現在最擔心的是大哥和小師兄 他們倆的誤會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他們倆都是我最親人 你放心吧 等天哥的心情好一點 你再跟他說,一定沒事的 希望吧 幸好我有你這個好姐妹 無論我開心或不開心 我都可以跟你聊 小婷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了 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那你會怎麼樣? 我一定會很失望和很傷心 不過傻了,桂蘭 你怎麼會做對不起我的事? 一定不會的 小婷,這棵草送給你 你送給我? 你就當這棵草 就像你和李小師兄的感情一樣 你多給它一點愛心 一天帶它去曬太陽 淋水,這樣就會好好的 我一定會用心送給她的,桂蘭 小婷 梁寬,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特地來這裡等你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我知道你哥哥出了事 你每逢不開心都會來找桂蘭聊天 所以我不是在這裡等你 別說了,先上車 你真的在這裡等我嗎? 難道你以為我騙你嗎? 不是,但是如果今天不來找桂蘭呢? 那我明天再來 我來吧 很漂亮的唐筆勒 唐筆勒 唐筆勒 怎麼了? 你等我一會兒 買給你的 謝謝 對了,你離開忠義堂之後 現在怎麼辦? 我們暫時住在客棧 我哥說已經找到工作 你不用擔心了 那就最好了 總之以後有甚麼要幫忙呢 你儘管說話 如果我幫到你,我一定會幫 不過就算幫不了 我也會幫你想辦法 謝謝你 前面去客棧就是了 好 到了 謝謝你,多少錢? 你還當不當是朋友? 當然當,你怎麼這麼問? 如果你當是朋友,那這些情面費 好,謝謝你 謝謝,不過下次你一定要收錢 否則我不會坐你的車 你就是說 下次你會再坐我的車嗎? 當然了,再見 再見 小師兄 小婷 怎麼你會在這裡? 我有點擔心你們 又知道你們住在這裡 就來看看你們吧 你進來再說吧 對了, 你們有什麼打算? 哥哥正在幫桂蘭爹打工 挺穩定的, 他叫我們不要擔心 怎麼幫善長在你這裡? 桂蘭送給我的 桂蘭送給你? 是呀, 他覺得棵草適合我種一點 這樣就送給我 小婷,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你說什麼? 我想我們之間有點誤會 什麼誤會? 你應該記得梁寬送音樂盒給你那次 我再說說話 我記得, 我怎會忘記呢? 即是… 其實我對你那種喜歡 是哥哥和妹妹那種, 你明白嗎? 哥哥和妹妹? 其實我一直都把你當妹妹妹 你從來沒有喜歡過我嗎? 小婷, 你聽我說吧 騙我 小婷… 你對她做了什麼? 你放手吧 小婷, 你看著 小婷, 小婷怎麼樣? 你醒醒吧 醒醒, 小婷 你們在那裡幹什麼? 小婷 走開 小婷… 黃輝鴻 你對小婷做了什麼? 我沒有 說吧 我沒有做過什麼? 哥哥 小婷 你沒事吧 走開 小婷… 小婷, 怎麼回事?小婷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走開 我想見到你 小婷 你什麼都別說 小婷叫你馬上走, 你走 大師兄 不要叫我大師兄 黃輝,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來找小婷 要不然我對你不拍戲 你聽我說 你們父子都不是好人 我不會聽你們的解釋 走 走啊 你也是, 馬上走 黃輝鴻, 你替我站在這裡 你剛才跟小婷說的話 我全都聽到了 為什麼你這樣對她? 我只是想跟你說清楚這件事 不想想有什麼誤會 誤會? 黃輝鴻, 為什麼你要傷害她? 你明明不喜歡她 為什麼你之前也會喜歡她? 我只是想幫她拒絕你 但我真的沒想過 沒想過? 你明知道小婷比喜歡你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她? 我真的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你上去太過分了 我真是傻了, 我真是以為小師兄喜歡我 真是豈有此理 沒想到飛鴻都是這樣的人 兩父子都是這樣, 表面上是大仁大義 其實來女兒都是賊, 多是偽君子 小婷, 你放心 哥哥不會白話讓你受這些委屈 哥, 其實與他無關 只有自己自作多情而已 你不要怪他 小婷, 不要說了 哥哥知道你心底好 但哥哥很清楚那兩父子是什麼人 他倆這樣對我們兄妹倆 我一定不會就這樣算了 哥哥 小婷, 不要哭了 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想太多事 小婷, 你先進去吧, 我兒子進來 那你快點進來吧 你幹什麼?要是跟人打架嗎? 不是, 是阿歡打我 梁歡為何打你 我已經跟小婷說清楚了 我跟她說, 我阿歡又不是她 我只不過是小妹 你這樣跟她說? 寶姨說得對, 不早點搞清楚 暫時會越來越深 那小婷呢?那她怎麼樣? 我沒想到這麼大反應 她聽完之後暈倒了 她當然大反應了 你知不知道她喜歡了你多久? 當你跟她說你喜歡她的時候 她不知道多開心 你現在這樣跟她說, 她現在怎麼樣? 我走的時候她已經醒了 桂蘭, 我真的不想… 我不想再騙小婷 我更加不想騙我自己 我知道喜歡的那個是你 你不是連這樣跟她說嗎? 我沒有, 桂蘭 你不用再說了 她是我的好姐妹 我不想再傷害她的事 你不要再找我了 桂蘭 你站在這裡, 不要再跟著我 我以後不想再見到你 都是我的標誌 我寻編, 快… 又鬧得有點不舒服 難得你來陪我 我已經覺得好很多了 桂蘭 其實我是不是很不得人喜歡嗎? 當然不是,你有善良又可愛 如果我是男生,也一定會喜歡你 那為什麼小師兄不喜歡我? 我知道,是我一直以來自作多情 當然不是,是他自己年喜歡哪個 他就搞清楚,他有時候很懶惰 我知道你這麼說 都是希望我不要再這麼開心 謝謝你,桂蘭 但是我明白 我明白,感情這些事是不可以勉強的 難道小師兄他已經有了心上癮? 怎麼會呢?你別亂想 是他不懂得欣賞你而已 況且你有這麼好的女孩子喜歡他 他應該珍惜你才對 我明白了,王妃也不做傻乖 桂蘭,如果我沒有了這個好姐妹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是呀,那些不開心的事別再說了 現在最重要是調理好身體 我會的 好樂白 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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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的 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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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原來 我會的 我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